大家这十句peribasa是重要的 我们常常可以用在卡罗安里面的peribasa 其实这十句从凤万就已经学了的 所以如果你的鲍鱼有一定的程度的话 这十句你都应该要已经熟悉了 不是懂了 是很熟了 所以对那些你看过全部你有看过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复习来的 可是你不要按掉显你要继续看显知道吗 因为等下一个quiz他是很严格的 你一个多号一个句号错的话都是错的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peribasa 确实是不适合 确实是他可以改的 有可能他用Ibarat 可能用Bagai这些可以改 可是今天这十个你每一个字都不可以改 知道吗 然后还有都好地方你要放你都好 句好地方要放你 全部没有句号我全部都没有放句号 然后等下回答quiz 完全只用小字母 所以现在我大概讲一轮 等一下可以的话还不是很熟的 你跟他背起来先 打跟滴达 不可以弄乱了 我要跟完这一边了 因为我准备的答案是跟完这一个这十句这一份笔记的 OK 所以你的打跟滴达也不可以错 所以你要听一轮先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熟悉对不对 位与筹谋 第一个 通常呢那个作文啊如果用在 如果那个作文是在讲着 关于我们要讲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 OK 讲解决COVID-19 这个大问题 讲解决什么Masala Ponting Sekola Ramaja 这种东西的时候 讲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句了啦 你在开头或结尾要用都可以 然后你讲这件事情我们要尽快解决 就是这样的文语筹谋 OK 所以很好用 这十句都是很好用的十句来的 你就可以 你有这十句你可以上证了 其实 在你写着的题目呢 如果是关于你在写也是一样啦 解决方法还是什么的时候啦 做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讲 其实是一十二鸟 有两个好处的 所以呢 你讲了一个好处 你讲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得到另一个好处 等等的 这样咯 你就可以讲 你讲 我们做的这个努力呢 就好像 一边潜水 一边在喝水讲 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啦 Meng Yer Lam 是潜水 知道吗 OK 所以是有两个好处 第三个 这一句反而 如果比起其他的啦 这一句不是我们很常会用 但是为什么会放在这边 因为要让这里比较多元化一点 这样你真的是什么鬼作文 你就懂这十句你就够了 OK 什么时候用 如果打 等下你用回打 如果你的打你用成提打 那边我也是会给你错 因为不是我改的 是电脑改的 所以这个是不认识就不会爱 你可以讲 比如说 那个中文是讲着 关于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巩固 马来文的地位 这样的意思啦 OK 这样去加强 这个马来文的这个地位 还是 这样去让那个学生 爱上读书 或者是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讲哦 如果我们不 不熟悉那个语文 我们就不会喜欢 那个语文啦 所以要读多一点 还是怎样啦 或者是呢 如果别人不知道哦 他们就不会 比如说你讲 进行campaign 格斯达兰 OK 那个campaign 格斯达兰 是让大家知道 马来西亚的老虎啊 哈利茂 马来亚 他们的 科本丁啊 他们的重要性等等 你也可以讲 所以我们进行了 这个campaign 格斯达兰 大家 等到哈利茂 马来亚了 他们就会更加的 保护哈利茂 马来亚啊 等等 所以可以用了 看到吗 OK 所以campaign 格斯达兰 可以用这个 OK 第四个 suda terhanto terhanto 是敲到头啊 baru na tengada 等一下 na 如果你用 写到handa 是错的 所以你要注意看 OK 他讲的是 已经敲到头了 才刚刚要举头 抬头看 意思就是 太迟了 所以用这一句之前 你可以 你可以讲 也是用在开头结尾 很好用 你讲 我们要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Jangan suda terhanto baru na tengada 所以其实这一句呢 我上一堂课有给到写作文的时候 你叫人家不要敲到头了才来抬头看 这样的意思 你要用Jangan OK 如果你不会用 如果你会用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写 OK 第五个 这个很容易 烦烦你沉重 所以 你开头用这个 结尾 用这个 你讲 因此 结尾 个simpland的时候 你讲 因此 我们一定要 berganding bahu 这样 我们要一起 合作 来解决这个问题 Jangan 一样 sampai Jangan sampai 不要 tentau Nasi suda menjadi bobo 就好 Jangan sampai Nasi suda menjadi bobo 不要 tentau 饭 你沉重 那时就是泰词 这样 就很简单的一句 我看到吗 OK 再来 第六个 很熟悉 对不对 熬 那个竹 如果你要熬 那个竹 是熬不到的 各位先生小姐 竹是熬不到的 因为它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硬 然后如果你有 巴浪刀 你会被砍得断的 OK 所以他讲的是 如果你要熬 那个竹 你就要从它 竹笋的时候 开始熬它 它就会跟着 你的方向生长 这样 意思就是说 教育要从小开始 OK 这个是很常用到的 你知道的 讲着 教年轻人 教小孩 还是什么 讲到爸爸妈妈的时候 或者是你讲到 要教育 那个小孩的时候 你就讲这个了 melentu kulu biala dari rebong ye to how pendidikan mesti di mula sejak kechiu lagi 就好了 OK 第七 Bagaimana Archuan Archuan 是高点的模型 好像你要做 Kalipak Kalipak 有那个Kalipak 模型 还是你要做各种的高点 它有那个模型 OK 那个模型长怎样 高点就会长怎样嘛 对不对 你三角形的模型 那个跪出来就三角形咯 你四角形的模型 跪出来就四角形咯 意思就是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当然不是只是在讲爸爸 OK 就讲 爸爸妈妈怎样 孩子也会怎样 这一个用在 如果你讲 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榜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了 对吗 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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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着那个火吧 你就要一直抓下去 虽然很烫 很热啊 可是你还是 既然你抓了 你就要抓下去 坚持 等到他烧成碳为止 意思就是说呢 虽然那个事情很艰难 但是呢 也是要坚持到底 OK 这个为什么会给呢 也是一样 你用在那个作文 你在讲 我们政府呢 要怎样去对抗这个问题 或者是 人民啊 还是同学们啊 老师们 要怎样对抗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 对抗了过后 你就讲啊 你已经在给 方法怎样对抗这个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嘛 然后你就讲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个问题才可以完全被解决咯 所以 这样啦 我们就要 我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咯 第九 不要乱放头号 这一个 等下不要乱放头号啦 OK 有时你会看到这里 中间会有个头号的 不过 等下没有 OK 因为是电脑改 不是我改啊 所以 你等下不要放头号啊 给他讲 如果不打破树皮 怎么会得到里面的树呢 树是那个 这一种树里面的果肉来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付出 怎么会有成果呢 这样的意思咯 对吗 就讲要付出 才有成果啦 一样 我们要努力 才可以得到成果咯 OK 用在结尾很常用的 就是 中的一起 大安静 轻的一起 挑 有不同 相云 同胆 就讲 OK 我们要 我们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本本了啦 你要看你要怎样用啦 OK 就是这10句啊 等一下 所以我要你背 可以的话啦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你着草下去 OK 但是你就背 已经很熟悉了的 我要你自己完全背到晚天下去啊 OK 那些不是很熟悉的 你背到 两句就两句 一句有点太少了 OK 你花一点时间 我又给你很多时间 简直有两个年纪了 OK 你背到五句就五句 两句就两句 好过没有吗 对不对 另外的五句你 照草填下去也可以 OK 至少有一点印象 这个barivasa是什么意思这样 OK 尽你的能力啊 不要 不要 short cut short cut short cut 给自己啊 如果你一直在short cut 你自己学不到东西的 知道吗 OK 就是这样写啦 这一个